现在准备出发买点面条市 中午的时候我自己下个冷面 我现在已经下楼了 去吃饭的路上 我不会去吃木头饭 也不会去吃快餐的 我不喜欢吃大米饭 我喜欢吃面条 所以我要去面馆吃饭 这边面馆也便宜 就吃个十块钱或十二块钱 以内标准一下就行了 最近压力是越来越大了 我昨天晚上到凌晨 基本上是没有睡着觉 我是下班的时候 睡了两三个小时 然后起来之后 随便吃了一点饭 到现在到下午 也没有睡觉 每天思虑很多 思前想后的 为自己的事业 为自己一事无成忧虑 时间久了 也就造成了我失眠多梦 我特别讨厌目前这种状态 我不想失眠 我只想踏踏实实睡个好觉 也可能是平常压力太小的原因 正因为平常不做什么体力活 所以呢 睡觉太难了 这样下去不行呀 我今天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 我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弄的 这一碗面是一块钱 我现在吃完饭出来了 吃的面还挺不错的 我已经想好了 以后的话 我还是买着吃吧 我不想吃食堂里面的饭了 食堂里面的饭实在是太难吃了 并且菜的费量也少了 现在人少了 食堂的那些员工也挺精明的了 不做那么多菜了 米饭特别难吃 我是吃不下去了 为了自己的身体好一点 我还是要买着吃 一个月也吃不了多少块钱